李玉如的車子就停在停車閣裡 這裡的每一個車閣都有編號 每個編號都是所有人 跟住戶的代碼 現在只要確認這停車閣 是哪一戶的 很快就能知道李玉如的藏身處 當時蘇柏源前往管理室 準備調閱監視器 剛好我跟隊長那時候 我們是在停車場出口外 我們準備要去調監視器 去確切鎖定他哪一戶之後 要報警察官 要直接禁售 要直接攻劍 至於蘇旭榮則留守停車場 他跟著同仁一雙眼 就盯著綁匪的車 他會停在這個車閣 那他就是去找這一戶 或者是這邊就是他的一個據點 那我們一定會直覺反映是說 他應該出入 也是出入這一棟大樓的電梯出入口 那我們會優先把時間放在這邊 這個是停車場的監視器 可以看到停車場的範圍不小 柱子多 死角也多 再加上停車場是有四棟大樓住戶 共有共停 連接停車場的電梯出入口也不少 當時有李玉如的車就停在柱子後方 而蘇旭榮跟的同事就把車子停在斜前方 這種所有人都預想 只要李玉如從電梯下來就可以上前逮人的同時 猝不及防的 他出現了 我們還在做這些任務分別的時候 人就突然出現 而且是在我們沒有預期的方向 很快 他出現的時候車子已經閃燈了 我們看到他的時候 人就已經在車的旁邊 當初就是一間停車口去圓派 他可能從那個電梯下來 但殊不知他沒有駐的那一頂 他是亂停的 所以他從別的電梯下來 甚至這個電梯比他的車還要更近 所以他一上車之後 我們是沒有辦法掌控 看到閃光的同時 李玉如也上車了 這個時間點該不該攔 那他就很快的門一打開 就進到駕駛座 就把車開走了 拿上就上車了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判斷說 來不及 先別攔 蘇旭榮當時候急著跟其他小隊聯繫 卻沒想到地下室的收訓太差了 地下室訓號又不好 所以通報上其實是有很大的障礙 我們沒辦法跟另外一台車 的人員聯繫 我們也沒辦法及時通報說不要攔 對 那另外一台車 可能覺得有機會 李玉如已經將車開出了停車閣 其他小隊的成員 也立刻上前攔住了他 當時所有埋伏的警力 也同時上前 李玉如一發現警察上門 他毫不猶豫地踩下了油門 當時蘇旭榮從一旁衝了出來 也試圖要攔 但來不及了 李玉如完全不管 還有員警就站在車門旁 他拖著員警 直接衝撞地下室的車輛後 加速逃逸 當時正準備前往管理員室的蘇柏園 突然聽見了停車場有撞擊聲 他回頭一看 在準備去管理室調監器的 這一段路突然發現他車衝撞 然後車怎麼會上來 他說人類 沒有抓到 迴露迅 那 我們 這 全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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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